日前发生一名妇女因被怀疑参与谋杀,还把她衣服脱光示众,此事已经动印度。 据媒体8月22日报道,据英国净报报道,在印度最近发生的一起暴民暴力事件中,一名妇女被殴打,脱光衣服游街,这名妇女居住在比哈尔邦,比哈尔在遭到暴力袭击前,她家的房子已被民众烧毁,暴徒们指责她参与了谋杀19岁的女子维姆莱什沙阿,维姆什沙,周一,人们在当地的一条铁路附近,发现了维姆莱什的尸体。 视频显示,这名女子在大街上被几十名男子拨光衣服裸体示众,暴徒们还放火焚烧了她家附近的几家商店、房屋和车辆。 报道趁,这一现象在印度时有发生,女子常会被脱光游街作为处罚,当地警方逮捕了15名男子,这名女子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,警方告诉BBC趁,他们仍在调查维姆莱什的死因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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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